中国乒乓球男团独冠 双双夺得冠军 姓文俊摘得男子110米蓝金牌 张欣妍夺得反驱宫女子个人金牌 打破了韩国选手的垄断 蒋文文蒋婷婷第三次 夺得画样拥有双人金牌 中国女足以1比0战胜中国台北队 进入决赛 国拼摘取男女团体两枚金牌 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女拼以3比0战胜朝鲜队 连续第四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朱宇令、陈梦、王曼玉 分别拿下一分 中国女拼在本次比赛 中六场比赛一盘未失 全部以3比0击败对手 优势明显 在男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男拼以3比0战胜韩国队 连续第七次夺得亚运会男团冠军 首盘林高远大胜李山珠 第二盘把震动三杠以立刻阵容局 第三盘小将王楚清3比1击败张宇珍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田径比赛决出七枚金牌 中国选手夺得四枚金牌 谢文俊不负众望 以13秒34 夺得男子110米蓝金牌 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 实现亚运会的九连冠 刘诗颖和李慧会包烂女子标枪金银牌 里里逆四米六十夺得女子撑杆跳高金牌 王春宇夺得女子800米金牌 在世界女子反驱工个人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欣妍发挥出色 以7比3战胜意名选手迪阿纳达 夺得金牌 打破了韩国选手对这个项目的垄断 韩国选手包烂男子版吃工个人金银牌 韩国队还度得复合工男子和女子团体的金牌 跳试比赛决出两枚金牌 新秀张在骑掌敏捷动作难度大 完成干净利落 以较大优势战胜所有的对手 夺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 曹元谢思义以稳定的发挥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 领先亚军多达66分 在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学比赛中 花游姐妹花奖文文奖勤勤 以完美的发挥拿到94.1000分 一总分186.5101分夺得金牌 领先日本的潜优季 子集前会多达4.1738分 优势非常明显 这也是他们第三次摘的亚运会双人金牌 自行车场地赛决出三枚金牌 游学超华 郭烈 秦晨路和沈平安 组成的中国队 夺得男子团体追逐赛金牌 中国女队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中不敌韩国队 摘的银牌 中国香港选手李慧师 夺得女子凯琳塞金牌 中国选手中天使最后时刻被超越 遗憾摘的一枚铜牌 在艺术体操个人权能比赛中 哈萨克斯牌的埃迪尔科哈诺安 夺得金牌 中国选手赵雅琴夺得铜牌 上荣获得第五名 在男子沙牌决赛中 塔塔尔的杨科范姆 8以2比0战胜印尼拉什玛 埃什福亚 夺得金牌 中国的高鹏里扬 以1大2负于印尼的拉玛德汉 弗里巴迪 获得第四名 与毛球比赛决出最后三枚金牌 尼尼的乔纳塔 以2比1战胜中国台北的周天成 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中国台北的戴斯尼尼 2比0战胜印度选手新度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尼尼的吉迪恩苏卡木云 以2比1写胜队 二弗兰埃迪安托 夺得男子双打冠军 中国女足以1比0击败中国台北队 王珊珊打尽至胜的一球 挺进决赛 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第十天到比赛结束以后 中国代表团 以97枚金牌 64枚银牌和45枚铜牌 列在金牌榜的首位 日本代表团 以43枚银牌 38枚银牌和61枚铜牌 列在四席 韩国代表团以32枚银牌 40枚银牌和46枚铜牌 列在第三位 冰雪季节